我們還能依照不同屬性的BOSS去穿相剋的裝備 還能喝屬性藥槌減傷 如果你這樣還打不贏沒關係 先練高等級 把機體硬撐上去 而且製作組也很貼心喔 天賦是可以無限重洗的 你等於可以嘗試各種不同的棍絲招式 去找到你最適合的戰鬥方式 哈囉大家好我是毛怪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黑神話悟空的遊戲心得 因為目前只玩到第三章 遊戲時速15小時還沒有全破 先出一支快速心得 讓還在觀望的玩家可以快速知道這款遊戲到底適不適合自己 那這個心得就是很中肯的優缺點分析啦 那非話不多說立刻進入今天的影片 因為他就是起天大聖吧 金斗雲 確定會玩到嗎 首先喔最先要確認是你的電腦主機到底夠不夠力啦 我是CPU Intel 14代配上4060的顯示卡 RAM是32GB開高畫質 沒開光追 順順玩沒什麼大問題 幀數大概就落在70到90之間 那因為我是邊直播邊玩所以畫質就沒有開到很頂 直播了15小時目前只閃退過一次 然後中間曾經發生過一次動畫卡頓了一下 其他沒有太大問題 那這款遊戲規格要求的確偏高啦 官方雖然說 最低標準 1060顯卡就能玩 但就要看你對畫質要求到底有多高了 基本上你進入到遊戲的設定裡面都可以直接用建議畫質設定來設 這樣遊戲就會自動幫你找到合適的解析度設定 那就來講講一些優點吧 第一個最直接的當然就是遊戲畫面啦 這個我相信大家看在眼裡 我從第一支預告片開始就抱持著高度的期待 遊戲的美術跟畫面 那這也真的沒有讓我失望 每一關的遊戲場景都有自己的特色 雪山啊沙漠森林等等 但是最讓我驚艷的是水波金光線的這種效果 真的很出色 在水裡那種戰鬥真的超級華麗 而在遊戲的過程中 真的常常會被這些美麗的風景所分心 都會忍不住想要停留一下看看四周 如果不是在直播 我還真的有可能會看了更久一點 那這些都是源自於製作團隊的用心啦 據說真的他們是走訪各地以及實地的掃描建模 去盡可能還原那些壯闊的風景 那除了遊戲中的場景之外 還一定要講一下的就是說 遊戲中的各種動畫片段也很用心喔 跟BOSS戰鬥前後的動畫效果 都很有看電影的那種感覺 尤其是遊戲最最最一開頭那個電影感 真的超級強烈 配上遊戲中帶感的音樂 真的很容易把自己融入進遊戲之中啊 那再來就是戰鬥風格了 不知道為什麼 悟空的戰鬥讓我打起來非常的爽 乍看之下好像只有一種武器 就是棍子可以使用 但因為搭配了不同的天賦系統啦 不同的棍式 不同的法術 甚至還有變身等等 全部配在一起之後 突然就變得蠻豐富的 甚至可以說 可以構建出各種不同的打法 而且因為整個戰鬥的節奏偏快 會有一點看到 隻狼對應的那種影子 雖然不能格擋 只有翻滾 稍嫌可惜 但也因為 這樣的設定 讓整個戰鬥的速度感 大幅的提升 你可以想像在各種的完美閃避 BOSS的招式之後 再接一連串的COMBO攻擊 往敵人臉上轟的爽快感 但是因為跟近期的類魂遊戲 如愛爾登法環相比之下的 戰鬥模式差異真的很大 如果你剛剛才剛玩完黃金術 就來玩悟空 你一定會 很不習慣 整體的敵人攻擊速度 體感非常快 快了非常的多 所有的動作都加速 但一旦你習慣了那種TEMPO之後 你也能夠體驗那種瘋狂連招的快感 就如我之前影片所提的 就是鼓勵玩家積極進攻啦 而且幾乎所有的BOSS在承受一定的攻擊之後 都會出現超大的破綻 跌倒啦 或是呆站在那邊啦之類的 所以整個打法就是 先用輕攻擊應戰 了解BOSS動作 接著再想辦法完美的閃避來閃避 擠滿棍勢之後 來一發大的 往BOSS臉上轟就對了 那如果真的要講一個戰鬥上的缺點的話 我想應該是 沒辦法打到遠方的怪這件事 因為有時候會被很高處的遠攻怪一直K 然後你又不能反擊 那真的會蠻北宋的 那再來 就是海量的BOSS戰 真的是滿滿誠意啊 這個對我來說也是超級大家分 因為我是屬於熱愛挑戰的玩家 就是喜歡各種被虐 所以 能有這麼多不同類型 不同模樣 不同攻擊模式的BOSS 來給我煉棍子 唉我真的是 秋之不得 這點我也是真的蠻驚喜的啦 就是跟原本想像的差異不遠 每一關如果你 用心去探索的話 你真的會 探出一大堆跟主線無關的小BOSS 讓你煉棍子 不僅同時可以看到更多其他的支線 這些故事劇情 有時候 還會不小心意外發現的一些新的戰鬥方式 而且每個BOSS都有 自己的弱點 有些BOSS的弱點 一旦被你發現之後 你就突然變得 莫名的簡單 那這邊因為不想雷大家 所以我就不劇透了 反正總之如果你也很愛打BOSS的話 你不用考慮啦 直接來玩 那下一個 是我覺得這款遊戲難度 其實算適中 不是那種 往死裡做想搞死玩家的那種 類型 我是覺得跟類魂遊戲相比 真的算簡單啦 但是跟戰神這類的ARPG相比 可能就偏難 那我就來講一下原因好了 因為 遊戲玩起來感覺真的是 70-80%的時間都在打BOSS 那BOSS當然就不可能太簡單 如果 悟空你撇除那些變身 法術 生法之外 純靠輕攻擊跟重攻擊來玩的話 真的難度就會上升超級多 在不能格擋的情況下 你等於只能靠翻滾來閃地攻擊 很多的BOSS傷害也真的蠻高的 在這種狀況下 容錯率當然就蠻低的 但一旦我們加入了變身 法術 生法等等 整個遊戲就友善起來了 雖然仍然無法 無腦平A啦 但已經容易多了 而且我們還能依照不同的屬性的BOSS 去穿相剋的裝備 還能喝屬性藥水減傷 如果你 這樣還打不贏沒關係 先練高等級 把機體硬撐上去 而且製作組也很貼心喔 天賦是可以無限重洗的 你等於可以 嘗試各種不同的 棍式招式 去找到你最適合的戰鬥方式 甚至 最最最最 無腦的打法 就是全部點數 你都ALL IN 分身數 加強分身攻擊力 增長分身持續時間 等等的 你甚至還能喝藥水 幫分身補血 你整個戰鬥就是靠分身幫你處理 就可以打掉一大半的血量 所以 除非你真的完全不熟悉3D動作遊戲 不然也不至於到太難過 但我也必須說 第一章我感覺難度還算簡單 但在二三章之後就真的給我開始感受到那種越來越不好打的感覺 但這又如何呢 畢竟苦難助英雄啊 好最後一個優點 我們來聊一下劇情的部分 我並不是西游記或者三海經的專家 但是從小對西游記就有很深的迷戀 可能是被各種卡通漫畫 甚至電影所影響 這個故事始終讓人念念不忘 在遊戲中你真的可以看到各種神秘的東方神話故事 很多雖然很隱晦 但你也可以透過遊戲中的影神圖系統 去看更詳細的這些人物背景故事 然後啊 我也很喜歡每次打完一個章節之後 你可以看到一小段的動畫故事 接著又會帶你看一幅該章節的水墨圖畫故事 配上旁白的解釋 就好像你親臨現場的感覺 而且這些小故事都有其背後的一些意涵 不知不覺中你好像要學到了什麼 黑神話悟空的劇情表現有點特別啦 他不是那種一直線的講述一個很長的故事 反而更像是每一章節都有一篇單元故事的感覺 而每一個單元間的拼圖可能就要靠玩家細細品嘗跟腦補了 那因為我還沒有玩到結局嘛 所以這部分我就先保留就先不太多說 但就目前體驗上來講 就如剛剛說的 是一種很不錯的這種劇情故事的氛圍 那講完優點 勢必得來說一下缺點的部分啦 第一個應該就是最多人碰到的問題 透明牆 就是說啦 遊戲中有很多看似可以走的路 看似可以跳上去的牆 實際上呢都被一層透明的牆給擋住了 那這個設計其實在各大ARPG之中都幾乎一定都有 那為什麼在黑神話裡面特別被玩家放大來的看呢 我是覺得啦 因為他設計就是不夠好 簡單來說啦 可以過去跟不可以過去的路 基本上肉眼完全無法辨識 你非得親自去撞撞看跳跳看走走看 才知道到底是真路還是假路 他其實可以用很多的方式來規避這種狀況 但實際上他們就是沒有做到 那這到底會多影響遊戲體驗 老實講對我來說沒有到真的很受不了 但我可以理解那種想要全收集 很不想要錯過任何一個可以走的路的這種心情 然後呢在這種狀態下你又一直在重複的在撞牆子的過程 的確會蠻心累的 但如果你是那種沒有這麼講究的玩家 可能就影響不大 因為基本的主要幹道都算很明顯 那講到這個又可以談一下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既然有透明牆的設計 你普遍就會認為不會有掉下懸崖的問題 但偏偏就是有些懸崖會掉下去 有些又不會 有些又被透明牆給擋住 那這點也是有時候會讓人蠻無言的 就是 總之你就是要用肉身 實際去嘗試 你才知道到底 那邊是有牆還沒牆就對了 那再來下一個缺點 就是沒有地圖 也幾乎沒有路線的指示 你沒聽錯 在這巨大的遊戲場景裡面 沒有給你地圖看 那這把它列為缺點是因為 在現今的遊戲世界中 玩家已經被寵壞到不行 我們已經很習慣看地圖了 很習慣跟著任務指示前進 一旦這些被拔掉之後 我們就很快就失去了遊戲的能力了 真的很現實 我自己也在檢討我自己 我印象中小時候 我也常常玩很多沒有地圖的遊戲 但為什麼現在 沒有地圖就這麼痛苦 但反過來想 其實有時候地圖反而 摧毀了這種 探索的樂趣跟沉浸感 的確現在回想起來 就因為黑神話沒有地圖看的原因 我會更專注在眼前的道路跟風景 也會更刻意的去看清楚這個場景的樣貌 等於是你會更專注在體驗這個遊戲 但不容忽略的是 可能現在 記憶力也變差了 所以真的就蠻常發生迷路的狀況 那在這麼大的地方迷路還真的有點痛苦 除了地圖之外 遊戲中的指示 也不是很清楚 你基本上都得靠自己的探索能力 跟記憶力去找到正確的道路 那支線就更不用說啦 雖然我們可以透過NPC的對話略知一二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那種 悟性理解出解謎的方式的話 你很可能就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才能找到正確的道路 最後算是比較小的一個問題 但還是講一下 前面說的遊戲主要圍繞在BOSS站 所以遊戲中的小怪 真的偏無趣 雖然是各式各樣也是各有特色 但存在感 就是偏低 我在玩的感覺就是 趕快我想趕快找到下一隻BOSS來敲 但途中這些小怪真的就 真的很懶得打 除非真的阻礙到我的道路 或者是 出現了那些沒見過的小怪 那我才會打一打 不然他們真的存在感偏低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心得分享 總結一下啦 我覺得製作團隊非常厲害喔 第一次做這種大作就能做到這種程度 真的是無話可說啦 我相信遊戲科學花了你我都無法想像的 心力跟時間 投入在這款遊戲之中 我幾乎看不到那種資本家 想要圈錢的那種印子 我只看到他們 噢心力血之作 而且他們真的很虛心受教啦 學習了很多 遊戲大廠前輩的經驗 再結合他們自己的設計 走出了悟空自己的道路 以上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 你覺得好玩嗎 我是毛怪 下次影片見 拜拜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